广式甜品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双皮奶了 它嫩滑得像豆腐,但是又奶香十足的 倒250毫升牛奶到锅里 然后用小火加热 看到滚起来就要马上关火了 要不然倒进碗里放凉后,凝结不了奶皮 自然放凉一个钟,或者放冰箱这以30分钟都可以的 另外准备两个蛋清 哎呀,这里要修复一下,不然容易炸过蛋黄 双皮奶只要蛋清不要蛋黄 和牛奶炖蛋的区别就在这 搅腕打发蛋清 一个钟后出现了传输症的第一层奶皮 用个筷子拦住奶皮,再把牛奶倒进蛋液里 看,奶皮挂在碗壁上了 蛋液里再加两勺糖 搅拌到糖融化 然后过筛两次,可以将双皮奶更嫩滑 过筛好的蛋液等会会重新倒回碗里 倒的时候要沿着碗壁 这样才能把双皮奶撑起来 看,奶皮补起来了 这个就是第一层奶皮 继续加蛋液,奶皮撑得更饱满了 最后盖上保鲜磨上锅蒸 用牙筋搓几个口透气 水滚了以后用中火蒸10分钟 关火好后再焖6分钟 时间很快的,看看玩家的时间就到了 以前我从事后讲,出去吃饭千万不能炊菜 炊极了,有的厨师会往菜吐口水 时间真的很快,双皮奶好了 吸开保鲜膜,奶香一下子散开了 抖一抖,好滑嫩啊 现在是双层奶皮了,阻力比较大 真的不太好烧啊 可是里面还是很滑嫩的 好像豆腐花啊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呗 我们下期再见